第1實體,8公克的氫氧化鈉溶於水,形成20公升的水溶液,則溶液中氫氧根的木耳濃度為多少? 那我們曉得,氫氧化鈉呢,一個氫氧化鈉會解離出一個氫氧根跟一個鈉離子 所以呢,我們的這裡的木耳數就是一個跟一個,一比一 也就是說,我們氫氧化鈉的木耳濃度跟氫氧根的木耳濃度是一樣的 那我們曉得木耳濃度的計算方法是多少公升中有多少木耳 所以現在有20公升,那我們的氫氧化鈉是多少木耳呢? 那木耳的計算方法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質量功克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那我們氫氧化鈉的分質量是23加上16加上1,也就是40 所以呢,氫氧化鈉的分質量是40,現在有8公克 所以算出來是有0.2木耳 所以呢,這有0.2木耳配在20公升裡面,也就是,出來就是0.01大M 也就是10的-2次方大M 所以氫氧化鈉有10的-2次方大M 就表示氫氧根的木耳濃度也是10的-2次方大M 第十題我們說,則容易中氫氧根的木耳濃度等於多少 我們答案選擇是A,10的-2